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编言细题五线四击 我们今天会继续听大家的电话 可以打231083399和我们谈谈 现在近中午就快收 恒指和内地上证都做得更好 上证虽然暂时仍在跌 但一度有转升 跌幅已经收窄了 今天开在2873点 现在升到2900 中午收到2923点 跌3点 至于恒指方面 跌幅比起今天开市的时候 收窄了 今天低开375点 现在跌225点 跌219143点 没错 如果看恒生指数方面 有点收窄 如果你问我市场是否不想跌 我就觉得不可以这么好断 因为当看20大成交额榜上 虽然跌幅不多 但每一只起码1至2左右 是 只是计算腾讯已经拉了98点 腾讯自己升2.63 那百分点 阻止的话 就在恒生指数的贡献上 有100点 我当作是 是的 都是主要靠它拉回 所以恒指如果没有它 就是跌300多 我又觉得不是不肯跌 而是它很肯升 要讲原因 是 是 腾讯都有各种利好因素 本身自己公司在5月15日出业绩 亦获得几个大行 都调高对它的预期 预期业绩是会好 另外 因为最新就有消息 就是它昨天宣布了 它之前很受欢迎的绝地求生 即是食鸡那只手游 正式停机维护 侍服器已经停止了 同时公司亦都宣布 推出手游和平精英开放公测 玩家就说 和平精英的形式 跟住地求生相似 都是类似食鸡那种游戏方式 因为这个游戏 玩家是可以付费的 都是一个收入的一个大的来源 值得留意 就是和平精英在4月10日 已经获得内地监管当局 发出了可以收费的审批许可 只不过当时获得这个批准的时候 市场都未知是甚麽 未知是甚麽 原来现在是类似食鸡的游戏 也开始入大行估计 绝地求生的用户 会转移到和平精英 虽然都会有一些用户流失 但是和平精英 因为都允许可以向内地用户收费 而将会为腾讯带来一些收入的来源 你说得这麽清楚 我终于都明白利好因素了 即是说和平精英 就没有很自绝地求生 被人玩完玩罢 都未曾能够商业化去课金 而是一只从来都没有被人拿出来玩过 只是知道他批准了 怎料今天第一天拿出来被人玩的时候 原来是绝地求生 市场可想而知 难怪它停了绝地求生的伺服器 即是说他后市应该不会打算再申请绝地求生 因为当时我自己的分析就是觉得 一来是他打打杀杀 二来是南韩研发 在政治的一些考虑因素上 每次都不能够获批 好了 现在他自己本地创作 哪管他是怎样去模仿或者相似 即是说令到投资者相信 现在其实就等于借私还还 吃鸡就获批 所以就有一个这么大的刺激因素 确实今天就很凉硬 700现在暂时还在升9.6% 394% 刚才说最高395% 老实 一个市场现在这样的空险情况 你和我说可否因为这个因素而追腾讯呢 老实我只能够恭喜有货的朋友 即管就拿着他 又看看可不可以挑战到400 但是呢 现在去追呢 老实 390去看400就只有10元 鸡三个百分点 我觉得随便买一只 还可以有三个百分点 但是问题在于呢 就算他后市较强的话 都会被市拉回落 是的 我会说呢 除非他真的 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业绩原因 因为什么原因都好 星宣400 零计 但是呢 现在向上空间都仍是不大 是 中小姐好像有召唤的 喂 有空打电话上来 分享一下战绩 如果是的话 恭喜了 这些真是意外 但是就非常恭喜 好事 是的 因为400都之前试过 预计就难些去充得穿 真的要很有力度才行 没错 另外呢 今天除了一只腾讯 是逆市做好之外 还有一只美团 都是做好的 现在就涨2.5% 报58.25 今天最高到59.1 公司方面也是昨天 有一个新的好消息推出 因为他推出了一个 是帮一些电商送货方面的 一个新的App 亦都获得一些大行的看好 花旗也是第一次被美团 买入的评级 目标价就定到78元 是的 现在股价才是58 所以 如果以大行的目标价来说 还有20元 将近三分一 即是三成左右 向上的幅度 如果更加有新的服务 我相信 也有些炒作因素 甚至花旗都大胆 估计公司包括在外卖业务方面 会不会早于预期来到扭规 这些因素他都在想中 所以 他觉得本身在内地方面的发展 亦都是大规模 看看 觉得股值吸引 并且他觉得 在非通用会计准则里面 2020年 即是下年 公司可以扭规为准 所以多看两眼 确实 今天大行出报告 但事实在过去这几天 真的看到美团不下跌 尤其是星期一 市场跌至千元 是低开高走 然后昨天又阳烛 今天又阳烛 连续三年阳 似乎 之前大家看淡 他说解禁的时候 打算跌不下跌 反而现在 图也开始站稳 没错 之后再跟进他的表现 另外 今天也有瑞星 跌转升幅 因为二十只内 只有三只六星 虽然只是微升0.2% 但是瑞星 也是受着贸易战影响的股份 但是今天低开 就开阳烛 去上升五十天线 暂时来看五十天线 还是有支持的 除了考虑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贸易战可能受影响的情况 也要补充一点 大行高盛 今天也出了一个报告 首次评级瑞星 为一个叫做沽售的评级 就看44元 还记得44元 是第一季最低位置 其实高盛最主要 都是觉得 就是抱持着 对于智能手机行业中性的看法 就认为5G的网络 未曾能够在今年 会应用得着 所以对于那些 尤其是三镜头手机的竞争加剧 抱持一个审神的态度 因此也对于瑞星的前景审神 给了目标价44元 是的 本身手机出货数据 其实近期都是一般的 另一款手机设备 孙孟宝 其实今天都一样是低开 而之后收窄跌幅 虽然未做到跌转升 但现在跌0.4% 今天是先低下90.05 现在升上92.9 是的 都要分析这幅图 似乎90元齐头 仍是一个有效的支持 未需要跌穿 股份虽然不强 你看到4月中前期的时候 大桌110 101元左右 稍为见一见顶之后 震着落 但是 来到90元边 似乎资金都继续吸纳 有货的朋友 看完最后这一关 如果这一关都穿了 才去审慎 除了这几只比较大的股 今次也看过 统一是2.0 因为出了一个好业绩 亦都是高开 高开之后 继续高走 现在升上1乘以暴 8.11 现在现价是8.08 其实已经冲穿了4月的高度 4月份高位是7.9 7.9 对上一个 就是要去到上年11月8日 8.8 7.9 之后到8.8 如果以这个走势来说 今天始终大成交 业绩方面好企业 又这么说 恒生指数对他有多少关联性呢 相对会轻微一点 我看你会不会投他信任一票 因为始终以他基本因素OK 如果你宁愿说去炒他的旁边 旁边有些日清 那些康师傅 那些是有的 往往是有的 全部逆市的 但是升幅不等 如果你问我 那些虽然是叫擦边炒 但是成交不到 而且这间可以 可能真的那间不行 也不一定 就是这些股 本身是他自己的业绩好 那就是对正距来做 可能他叫做妥当 你都可以考虑追入 是的 要看7.9收市是否能够 因为其实我也要强调一句 市真是不一定不用跌的 是今天最腾讯是威威的 如果不是腾讯的话 我想市仍在跌300个外 所以信还是信 不要信真 暂时就食品 食品、饮品 乳液板块 这几个食品的板块 内需 这段时间就比较强细一点 好 现在就半日子了 恒生指数中午收报29,156点 跌206点 上周的总成交是571亿 现在就腾讯报一报 中午收市位是390.8 升2.6% 我们稍后就开始回答问题 可以打来我们的二线 31083399 稍后见 再见 回到节目时间 恒生指数中午收报29,156点 跌206点 我们现在就开始回答问题 是的 我先选一条 看看 不如这样吧 你回答1313 因为Google 1313 他问8元 用不需要斩了 我知道你研究一下 现在就7.56 跌3.2% 现在 今天都低开载到一个阴烛下去 似乎走势不太好 走势不太好 又不及到亚洲水流尖 想止蝕可以的 但是要留意 前底的话 在3月18日和19日 就是在7.48左右 相信都有些支持 暂时没有穿前底 我会说不坏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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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管这些位置 可能真的有双底 变成了一个横行双底双顶的情况 也未定 拖下距 肚子一定不漂亮 拖又不要乱拖 除非在7.48这些位置开阳烛 否则不要拖 拖下距会不会去到前底 反弹得回 是的 另一种亚洲水位是同业的 是否更好 昨天破了顶 是上市的身高10.2 今天暂时看是一个十字星 暂时有9.8.7 我觉得今天最好不要失去开市位 仍是可以的 今天亦有上市 上市到10.36 不过就下跌至近开市位 是的 今天的市亦拖一拖 9.8亦是上个月中的高位 站到的话当然已经没问题 站不到的话 最多下跌至横行区 又不是说十分太恐怖 始终股份都强势 即是不穿过横行区都还可以 没错 我选一只 牵拖他问3968招行 29元要走还是等业绩 等业绩 现在是38.05元 你29元买也挺好 是的 买得很好 所以基本上可以 想法可以多一点 起码不是错 业绩的首季业绩在4月29日已出座 利润方面升11个百分点 去到252亿 如果再等业绩 即是等多三个月 等多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 恒指去哪一边都不知道 我建议当然 再看一看 在三月初 这支招行最高见过38.1 38.1这些位置尽量站 现在38.05元就站在这里 如果这些位置要塞的话 可能这个横行区的底部 要去到35 无谓少了近8至9个百分点 如果我是你的话 都基本上是 尤其是统仓 可以考虑赚钱走 是的 赚钱走 最近你留意到 在这三天 因为始终星期一到现在为止 市已经开始坏了 但你会发现 在这三天之前 其实它都咬着39元 都挺頑强 但没办法 星期一一回来 恒指跌了 成千元都有 所以它自此失去39元 我觉得作为立刻了断 我认为现时 不清都会吃虾 斯武怀 之后 Ken 问了1368 他想問跌不下多少錢可以加 特報這幾天都強勢 其實都宣佈了收購K-Swiss的母公司 見底就反彈了 如果你說加貨的話 我覺得現在都可以 現在這些價值似乎都可以 業績因素 又再在業務版圖上增加多幾個大名 我覺得都合理 逆市了幾天 亦都反映出去跟市沒有特別大關係 不需要太擔心市 想加的話就加 聽我的電話吧 鍾小姐 Hello 鍾小姐 你好 鍾小姐 你是不是真的吐了行700 是的 我吐了700 你怎樣了 吃了沒有 今早我已經床家了 是不是 今早我見到他 很害怕 師傅 我真的要和你分享那個感覺 我昨晚睡不著 為甚麼 我昨晚睡不著 因為你搖著 但見到美國搞成好像賭捨屎一樣 是的 我已經很痛苦 今早我見到 九點鐘未到期 只千多點 嚇到臉都閉上了 哈哈哈哈 然後就竟然由臉青變成心都紅了 還加貨 很刺激 今早我一早看到 有條新聞說 陳迅出了兩隻鏡子 九點前 然後我見到一開波 已經不太跌了 陳迅 然後期指再縮水 我馬上再嫁 我要收復失死 是 是 所以我本身都拿著 現在放一下賣一下 三百九十四元左右 剛才放了轉 然後回回來 扣回一些 不加得多玩一下 厲害 厲害 好彩 這些不是叫做厲害 是好彩 師傅欠了幾天 這個遊戲版號 這件事真是 今早我回答Jason 他說 要不需要走反向 走入騰訊 老實 我對於那條新聞的理解 都沒有剛才那麼多 當然了 現在跟著已經升上去 這件事真是都 是呀 真是 好彩 又厲害 好彩在於這件事 又真是來得及時 在這件事其實都 轉弱得都挺緊要 而突然間能夠可以 這麼逆市地出一個挺好 因為如果你說騰訊 過往你問我 它怎樣可以突破呢 我確實是會回答你 如果它能夠 吃雞都批 是一個很重大的突破 想不到它現在就已經 放棄了吃雞 就做了一件複製品出來 而那件事就批了 所以我覺得 短期看看有沒有機會 充滿四百大 又真是不覺得會升得串 尤其是市場這樣 是呀 我覺得是陰謀論 是阿爺特意放他水 是嗎 很想捕一捕個市 是你真的跌得太離譜了 是 那你說的你今天好倉走 明天都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你要想著 你猜到明天跌這麼多 明天會反賺 我不會覺得 我覺得完全是賭博 我昨天都在賭博 我覺得留我過去 我等多一天 是的 你今天就會走 是嗎 在我今天會走 我覺得壓力太大 其實好像 譬如今早和大家說 道指已經穿了五十天線 這些是很明顯的銷售 你說納指和標指 因為之前有得破頂 所以他可能會再等兩天 才要穿線 其實這個都是時間問題 不敢猜川普和習 可以有甚麼消息 驚喜還是驚嚇 但是 只憑圖表這樣轉彎 都真的不要太過薄 嗯 還有之前都衝不穿四百 去到三百九十多這些位置 都有個阻力 都差不多 除非你說真的衝得穿 就不同說法 是的 除非一會兒 我問港交所何時出業籍 港交所好像今天還是多少 讓我看看 今天出業籍 當然是中五 他一向都中五 那如果港交所好 那市便推上去 港交所有多好 看看 好些 可能又幫回三四十點都未定 如果好 肯定是中五 過往每次都中五 而是今日的 即是陣燈 說多兩句 吃過飯 便會見到 看看下午會否撐多恒指少少 嗯 但如果撐多恒指少少 你不是買兩隻的話 其他就無關事 其他無關事 你今天如果不是買中騰訊 其他又是 其他都跌 其實是跌的多 又是輸 昨天我已經在想 不是猜測會輸 星期一每隻都輸半成 你連平保那些都要輸三至五 那你今天每隻都輸 不過就輸得不多 是啊 我覺得 陳迅樂昨天差不多都放棄了 是 但我只不過 昨天那隻軟牛的收回價 軟一點點 好粗粗 絕地求生了 今天升幾個% 最多 今天升 隻牛 升很多 升成八十幾個% 嘩 厲害 真厲害 我今早還要追回一隻很近價的牛 去填藤 再厲害一點槓桿的 再高一點槓桿 近價的 340元收回 是啊 沒有辦法 因為我自己本身 保持那些好倉 我都輸 沒有辦法 有誰拿好倉 不輸 沒有辦法 再暈倒 不 追數 今晚不追了 我決定一會放掉 哈哈 不行了 我昨晚睡了 今晚又過多晚夜 又夜長夢多 這幾天都很大風險 留意一下我中午 更新一下大家 不是 留意一下下週那節 更新一下大家 美股發生甚麼事 是啊 我們都要看他們現在 都未飛過去 而且星期五 你政治市場很難解僱 你這樣買 就是買大費 買得中就說 買得 買得 買錯了邊就死快了 都是 尤其是貢桿 大家自己風險治理 是啊 想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昨晚睡了 多謝師傅 多謝Vivian 今晚睡覺好 就這樣 好 OK 多謝你們 拜拜 拜拜 看看其他問題 兩位朋友都問939 Terry就想問 Terry就想問 長渣是甚麼位置入號 長渣是甚麼位置入號 長渣就不用急著 是 阿May就有 阿May就有貨 7.12買了 他就想問可不可以交貨 又跌1.7了 那就全都穿了 中間3月底的底位 全都穿了 隨時下回六個半幅 交貨都不是跌著交貨 給一點點力才能交貨 所以基本上 未買不用急著 買了不用急著 加了 跟著看883中海油 883中海油 Venis 他就說13.7買入可以再上嗎 有價也是累累的 13.7再上 套表呢 看看股價來到這些位置 差不多 調夠的 但油價真的比較難估 最近甚麼 好 最近政治形勢暫時 就像是你好油價 不過都是難估 我也想看1610 今早都有人問了 我還未回答 Karen和Josephine都問 Karen問可不可以入呢 Josephine問可不可以入 Karen就說她不看好 3.25有貨 就說是否要離開 你說呢 我覺得段線好像跌倒了 對 現在可以考慮獲利離場 3.25有 現在虧了2.25 虧了少少 其實都可以 不過你可以說 在2.99左右 4月29和30 都有一個支持 先摧毀 對 你可以看看可不可以撐得住 對 至於Karen說入的話 Josephine說入 入就不要住了 因為豬肉股都開始凹 280 都是差點 280 即是下跌了50天線 沒錯 反正280更加很多外貿因素 不是鬼載她 不過整體板塊都會受到少少拖累 對 你買不要買 有貨的話 看兩個 9.99 不要跌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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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午2時45分回來 再跟大家提示 到時見 拜拜